好,我們現在要開始教所謂的熱對物質的影響 東西吸熱或放熱之後 它會有幾個影響 第一個會影響它的溫度 第二個會影響它的體積 第三個會影響它的狀態 這個是狀態的影響是我們這一段的學習重點 第一個會影響它的溫度 我們前面教過了 東西吸熱的時候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溫度會上升表示在吸熱 溫度下降表示放熱 這裡有個狀態不變 就是沒有融化沒有氣化沒有凝結沒有凝固 那個我們後面才會提到這件事暫時先不暖它 反正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吸熱溫度會上升放熱溫度會下降 那麼這叫做溫度的改變 還有所謂的體積的改變 一般東西都是熱脹的 我們說受熱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遇冷的時候體積會收縮 但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水有異常現象 這裡寫個例子 什麼水啊生鐵啊 TB合金啊 但通常我們都不會問後面的 我們只會問水 水的異常現象我們前面教過了 有一種樣子 但是它是在四度C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這個我們學測也考過 水在四度C 所以它不是熱脹冷桌 它是四度C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這叫做所謂的體積的改變 那還有所謂的狀態的改變 我們現在只簡單告訴你說 東西要發生狀態改變 就是固態 液態 氣態 要從固態變成液態 要從液態變成氣態 或者反過來 氣體變成液體 液體變固體的時候 也需要有熱量的進出 也需要吸熱或放熱 這個我們的後面的重點 我們待會再說 然後我們剛才講說 會有體積的改變 那體積的改變通 一般來源是氣體的變化最明顯 固體最不明顯 所以氣體的膨脹最多 再來是液體 然後再來是固體 收縮的也是一樣 氣體收縮的最多 然後再來是液態 再來是固態 那麼因此 我們上一次做實驗的時候 記得嗎 我們說我們把這個錐形瓶 放到熱水的時候 放到冷水的時候 屋裡的液柱會如何變化 我們說放到冷水的時候 會先升後降 放到熱水的時候 會先降後升 我們說過為什麼放到冷水 會先升後降 因為放到冷水的時候 外面的玻璃的錐形瓶 會先預冷收縮 因為錐形瓶收縮 所以液柱就會上升 然後呢 裡面的液體也受冷之後 它也會收縮 而且它收縮的比部體還要多 所以就會後降 所以答案叫做先升後降 那放到熱水的時候 就反過來 外面的玻璃瓶先受熱先膨脹 所以裡面液態就先下降 然後裡面的也受熱的時候 也會再上升 然後它的膨脹比部體更多 所以就會變成後升 所以受熱的時候會先降後升 預冷的時候會先升後降 不過 就在實驗室上看出來非常困難 不過基本上考試就這樣考 考試問你會如何 就在如果回答 先降後升 先升後降 這要是收縮的這部分 一般正常的東西就是熱脹冷縮 但是 讓冷縮 所以這有些例子 比如說 我們的這個橋有所謂的伸縮縫 鐵軌的中間有一些間隙 就是要預留讓它膨脹的空間 連它膨脹的時候 就自己跟自己打架 東西就會變形 就會變形 就會壞掉 所以我們測一些伸縮縫 那有些東西不能有縫啊 油管啊 不能直接中間斷掉啊 它就會把它做成像這樣 一個U字形 讓它能夠膨脹的時候有彈性 可以有空間 做一個U字形 讓它有空間讓它閉 這都是為了避免因為熱脹冷出的關係 所產生的一些變形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笨問題 這個小學就問過 只有問題啊 乒乓球 乒乓球 要怎樣 可以恢復成原狀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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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9號大小姐 你的答案是什麼 蛤 對不起 怎麼樣 泡熱水 體積膨脹 然後就可以恢復原狀 就可以恢復原狀 OK 又是小學就問過了問題 就是讓它熱上冷縮 那剛剛講過水有異常現象 水有兩個異常現象 第一個異常現象是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結冰是變冷變冷變冷應該是要收縮 可是它卻是膨脹 所以呢 變成密度比較小 所以冰會浮在水的上面 因為浮在水上面 所以水有第一個異常現象 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然後密度會變小 所以冰會浮在水上面 已經結成冰之後 冰是熱上冷縮的 冰塊本身是熱上冷縮的 只有從水變成冰的這個過程中 突然它會變膨脹 它會變小 變成冰之後 它是熱上冷縮的 所以有這樣說的 第一個異常現象 第二個異常現象 第二個異常現象是剛剛跟你教過的 水在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因此就有一些考題 你學測也考過 他就問你說湖水啊 湖水底下的溫度比較高 還是湖底的溫度比較高 還是湖面的溫度比較高 夏天怎麼樣 冬天怎麼樣 其實很正常 就是四度吸的密度最大 沉在最下面 最下面的四度 夏天的時候表面溫度十幾度 二十幾度 所以 湖底溫度比較低 湖面溫度比較高 好 等到冬天很冷的時候 表面可能只有一度兩度零度 湖的表面一度兩度零度 湖底還在幾度 四度 所以湖底的溫度會比較高 所以就考試考這個 所以說問題夏天跟冬天 冬天表面結冰了 那誰比較高 表面結冰是零度以下 所以底下比較高 這樣子就考這個 所以湖面溫度高 還是湖底的溫度高 就記得四度吸體積最小 冬天要沉在最下面 所以湖底就是四度 看你表面幾度 就知道誰的溫度高 誰的溫度低 因此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造成一個結果就是 水是從表面先結冰的 通常會學生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水是從表面先結冰 你們通常就只回答我一個 因為水在四度吸的時候 體積最小 命度最大 錯 不是 是兩個加起來 假如水結冰的時候 也是收縮 也是溫度變大的話 那麼湖面變零度 要結冰了 結冰就沉下去了 然後結冰就沉下去了 越南上越來越結冰 還是從湖底啊 就湖底啊 就湖中表面 所以是兩個原因加起來 第一個 水在四度吸的時候 體積最小 冰度最大 所以呢 降到 湖面 湖底是四度 湖面變成零度了 然後結冰之後呢 冰度變小 就湖在 上面 不會下去 所以從表面先結冰 所以是兩個原因加起來 造成這個結果 什麼結果 湖水是從表面先結冰的 OK 這就是 有關於 東西受熱之後 它的 體積會變化 它的溫度會變化 然後我們後面就要開始 開始準備要教 狀態會變化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